龙心乍到,你了解不韦斯班吗?追途不服,知道去哪儿嗨吗?清除当地美食吗? 了解怎么规划学业吗?先定一个小目标,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组织,来UQ课代表 带你轻松往路UQ的学习和生活,你的留学生存手册,龙心秒变老司机 UQ课代表,解决留学生活中的一切烦恼 OK,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Fernando Chen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讲解一下Master of Data Science的选课指南 我是去年Data Science的毕业生 根据一下我去年的经验,然后选课的经验,然后分析一下哪些课比较好啊 然后哪些课比较难啊,然后要怎么选课比较好啊,这样子 然后如何拿高分 OK,那这是我的outline,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就会先 介绍一下如何初步了解一门课 比如说你拿到一个课程代号,那你要怎么去了解一门课 到底在讲什么啊,然后作业啊 然后在第二个呢,我会介绍一下怎么选课 那每一个课程的难易度是怎么样 那第三个呢,就会稍微讲一下 选课该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那再来呢,就会讲一下 第四个部分就是如何拿高分 那基本上大家选了课 然后学习了之后就会想要拿高分嘛 那这样之后面试,找工作也会比较好看 之类的,OK 再来第一个就是如何初步了解一门课呢 那比如说你拿到这个课程代号 Data 7001 Introduction to Data Science 那你把它丢进去Google 卫狗 然后它就会出现 Course Profile的页面 那有这么多选项,那第一个Course Information 就会介绍说,这门课大概在讲什么啊 比如说它就会讲说 介绍一下Data Science 怎么去做资料分析啊 一开始,然后资料探勘啊 然后资料可视化之类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一下 第五个这个Assessment的部分 就是它的作业 它的作业呢,就会 有一个很清楚的表格 跟你说,哦,40%是它的Project Google Project 那再来5%是它的Participation 那这个的话 就有点像是出席率有点这种感觉吧 然后在15%是Practical Practical就是有点像是 他们这里都会有个Tutorial Tutorial的时间是有别于 上课,授课之外的另外一个上课时间 那这个通常是它的助教时间 那它就会在Tutorial的时候 出一些题目让你写 然后再来是Case Study Case Study呢 它通常这个就是有点像Personal Project 那你就可以,它就会出一些东西 然后让你去回答这样 然后再来Make a Sense 通常都会有,这门课只有期中考 那大部分的课也都会有期中期末 或是只有期末 那这门课比较特别 它就是只有期中考 然后期末Project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要大概知道说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它的Due Day是哪时候 就是它哪时候截止 然后不要错过这个日期这样 是很重要的 是在讲课纲 课纲的意思就是 就是我们开始Data Science 这门这个Degree的话 那我们会有分 你是24学分的 就是一年半的 或是两年制的 那这样子的话 选课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基本上一门课的话 基本上就是两学分 那只有一个叫 这一个Capstone course 里面有一个Data 7903 这一个 它是一个四学分的 Project课程 那其他所有的课程 都是两学分的 那你也可以标选这个 Data 7903 可以选Data 7902 它就是一个 两学分的Project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用另外这两学分 去选你其他想选的课程 那选7903 那你就会想说 那我干嘛选这个 有四学分的7903呢 那基本上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让你有机会去 找教授 做一个专题 或是去某一间私人公司 Brisbane的私人公司 去找做一个专题 那它可以帮助你 之后想要念PhD 那就可以跟某一个 你已经有属意的教授做 有点像是提前 你进入下一个阶段的 一个很好的桥梁啊 如果你想要直接去专业界 那如果你可以找到 在某一间公司的Internship 这样的话也很有 对你之后 然后想要在留下来 这边找工作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这边的话 就会有分这五种课程 第一种的话 就是它的Core Course 就是它的必修课 必修课的话 有适合学分 就是这六门课 那这六门课的话 基本上都是算是很很重要 而且很基础的课程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之后我会细讲 OK 那这就是必修课 你已经要在这 毕业之前都学完 然后再来是Capstone Course Capstone Course 就是关于Project的课程 那7901是一定要选的 那主要就是教你 怎么写论文啊 怎么Present啊 然后 然后 另外就是一个7903 或是7902 你这个就是用来实作 实作你的Project的 再来是Foundation Courses Foundation的话就是 比如说你 之前的 在大学学的不是Data Science 不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相关 就是不是跟计算机相关的 那你有可能需要多 有一些这方面的 背景 那你就可以选这些课程 比如说像 INFS开头的 或是CSSE 这个Python的基础课 这个都是很好的 基础课可以选 因为 如果你没有相关的知识的话 之后 修任何课 你都会觉得很辛苦 所以 如果 之前都没有学过 写程式的课程 那我建议选一下Python的课程 然后或是 这是Python的 或是 这个是Database的 像我本身之前 虽然是有 写程式的经验 可是我对Database 这一块是完全不熟的 所以 我还是有选 这个Database INFS G901 这个课程 那对于这个Mass 相关的就是 它会从最基本的 新星代数的课程开始教 那如果你之前是念功课的 我相信 新星代数你都有学过了 那就不太需要去选 那如果你都没有学过 那当然要选一下 然后这是基本的 也是统计学的东西 那比如说像是会教你 PValue啊 或是TTest啊 那些之类的 就是 但是这个 我觉得如果你学分 就是卡 时间卡很紧了 可以不选的关系 因为 之后 你也一定会选那个 B修课是Data7201 那这个就是它的 Statistic 那我觉得 他们其实会重复很多 我觉得你直接选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是 选修课 B选课就是 你至少要选四个学分 就是两门课至少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选修课 选修课的话很广 我觉得UQ的好处就是 它有很多科系 你可以选 所以说你 不管从 之前的背景是 会计啊 生物啊 生科啊 你都可以有相关的课去选 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 OK 再来是 OK 所以开始讲 怎么选课呢 那如果你是24学分的 同学的话 那你基本上就只有一年半 就是三个学期 可以去修课 所以基本上你都在 修B修课啦 你不太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了 所以 基本上第一学期 7001就是 Data Science的介绍 就是像刚才说的 那就是怎么 去做EDA啊 就是资料探勘啊 然后 可视化啊 你要怎么去 用 比如说 Tablet去 把你的资料 很漂亮的展现出来啊 然后 Data Privacy啊 比如说 你要怎么去 把你的资料 的个人资讯 去除掉 然后发布到 Public Domain上 对 那这个的难度的话 我觉得不会太难 基本上你只要 上课有听 然后Tutorial 认真做 然后Project 跟大家一起做 那基本上 一定都会过 但是他 其中考啊 就是他其中考 有一个 一定要考过 超过一半 的这个限制 所以 有些人没有考 超过一半 那你就 他会给你一次 补考的机会 所以说 基本上最好 其中考就把它考好了 就不会有这些 麻烦的事 然后再来是 Data 7003 这一个 他基本上 就是做 Machine Learning的介绍 那他介绍的东西 非常广 但是也非常的 不深 就是很 简单的介绍而已 就是从Supervised 然后Supervised 从Linear Model 然后一直介绍到 SVN啊 然后甚至到 Neural Network 都有讲 但是我觉得 他都没有讲 很深 所以我把它 难力度是4 因为他 很广 但是他又 没有讲很深 然后基本上 他们每个礼拜 都有作业 所以还蛮 烦人的 所以都要记得要写 就是 再来是7202 7202是Statistic 那 这个的话 其实 都 主要都是在讲 一些Model啦 就是Linear Model 或是Generalized Model 然后这些Model 可以加Regulation 就是让他变得比较那么 overfitting 那这一个 这门课的话 如果没有统计背景 我觉得 这是蛮吃力的一门课 我之前在上也是这样觉得 所以我可以给他四分 但是 最最最最麻烦的 我觉得是这门课的作业 他的作业的话 不是那么好 了解要怎么下手 我觉得建议是 跟同学 然后跟助教 去讨论 怎么样下手 是最好的 然后 不要自己悶着那边写 因为有可能 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写 但是不是 老师想要的东西 然后分数就不高 OK 那再来是 基本上你选了三门必修课 你可以再选一门 比较凉一点的课 也不是比较基础一点的课 来平衡一下 这些很重的课程 因为 比如说7001 他就有一个project final project 那也是很花时间的 那这里有 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有作业 然后7202 他有三个很大的作业 还有期末考 然后基本上 这两个都有期末考 然后 7901的话 我觉得 不会太难 东西不会太难 就是而且 整个课程很紧凑 所以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算是 蛮不错的 如果你有没有数据库的基础的话 这本课我是蛮推荐的 然后再来第二学期呢 就是7002 这个必修课就是资料粉 资料科学的道德问题啊 这门课基本上有点像是文组的课啊 就是他就讲解一些为什么会有道德问题啊 那你就去 会做一个project 就是去说 你有可能会遇到道德问题 那你要怎么去解决它 介绍一下 那我觉得不会太难 有座基本上都会过 然后再来是7901 也是必修课 就是教你怎么写论文 跟报告 那就也教你写一下小论文啊 我记得会有两 两次的作业 这样子 然后 基本上这也就是 主要是上课听讲而已 这个也不是太难的 所以第二学习会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再来是7201 这一门算是 比较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会介绍非常非常多种 Big Data的技术 从卡发 然后 就是所有 你要怎么去把你的 如果你是streaming的data 那你要怎么去 realtime的把data存进去啊 这个都是 如果之前也没接触过 这个 我也觉得是非常难的 第五 所以我就会给他五分 而且他的project 那project 老师给分很 很小气 所以 如果你没有认真做 然后 他通常不会给你太好的分数 再来第三个是 NF7907 基本上这两个是同个老师 然后 但是这门课因为 不是必修课吧 所以说他的分数没有给的太严格 所以我给他三分 就是不会很难 然后他 他不需 我记得他只需要做一个 比较小 比较简单的一个project 然后拍个影片 介绍一下paper上传而已 真的是蛮简单的 我觉得 然后 主要是期中期末考试 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因为比如说你之后想要走 Data Science的Engineering 就是工程相关的 那你必须要知道说 你怎么去设计 分散式资料库 而且这里面试的时候 其实也很常问这种东西 然后再来第三学习 第三学习 基本上 你也没什么太多选择 就是选一个 capstone的project 7903 7902 那如果你是选7902 你就可以再另外选两门 那如果你7903 你就是 呃 就在选学门 呃 相关的 你想看人家选什么必修课 或者必选课 那就是把它选一选 选满两门 这样就够了 呃 要不然在另外选 选修课 就可以了 ok 那再来是 32学分的同学呢 呃 基本上也是一样 但是 必修课都要先选嘛 那 比较轻松的一点是 大概一学习选两门必修课就好了 比如说 第一学习选这两门 然后再来选这个 然后选第三学习选这三门 这样子 那 三十二学分的同学的话 就可以选比较多的基础课 比如说 你资料库不熟 那你就可以选 计修定义这一个 那你数学不熟 你也可以选 这个 数学的课程 然后你也可以比较有机会的 去选一些 他的必选课 比如说 Data Mining啊 说 High Dimensional Data 这个都是 我觉得蛮简单的 呃 如果你 觉得这两门 已经很吃力了 必修课很吃力了 那你可以选这一些 呃 必选课来 比较轻松来缓和一下 必修课的 紧张的情绪 这样子 那我觉得 另外的选修课 我蛮推荐的是这个AI 它算是 呃 有点难 它算是有点难 但是 我觉得你可以 呃 学到蛮多东西的 还有 OK 还有这一门 选修课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这是Deep Learning 有点像是Overview 介绍Deep Learning的 所有的东西 那 老师也 教授也蛮认真的 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我觉得它不会到太难 因为 大概是教授比较 人比较好 所以 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分数 那AI的话 作业有点难 有三次的作业 然后 如果没有掌握好的话 有可能 分数会有点低 所以这个 这一门课算不错 可是大家要小心一下 不一定要选了 这样 好 那再来 另外就是最后有一个选修课嘛 就是比如说 你必选也选完了 那 你也不知道还要选修 必修也选完了 你还不知道可以选 修什么课的话 就是 最后有一些 别的领域的选修课 那你就可以选一些 如果你是会计背景出生 或是生物经济 或是设计背景出生的人 那你就可以走这方面的 你就可以再修一下这些 其他领域的课 然后 另外也有 比较 偏 程序的课程 像是 Comp 7505 跟 7500 这是Advanced的 那这都是 Data Structure 那我建议如果 有想要 想要找工作的同学 选这门课是不错 就是Data Structure 就是你可以 有资料结构的基础概念 然后再去刷题 这样的话 会对你 面试比较帮助 如果你只是 就是直接去刷题的话 那你会刷得很没有感觉 但是你有基础的知识 再去刷会比较好 然后 另外还有这个 iPerformance 这个的话 不一定要选 反正这就是有兴趣的 再选就好了 还有AI的经济课程 就是刚才说的 这本课就是AI的 然后这个是Pattern Recognition 就是主要做影像处理的方面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选 然后这个是 就是Deep Learning 的Overview的介绍过程 的课程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好 再来注意事项 就是有一些课啊 不是每个学期都有 需要优先选 像是Data 7201 如果你没选到的话 那你有可能会延避 因为 你 这次没选 那你有可能要再等一年 那有可能你只有一年半 那你就来不及了 对吧 所以 一定要注意说 有一些只有开 一年只开一个学期的课 一定要优先选 这样 然后 如果想修比较轻松一点课 可以了解一下 哪位教授啊 教这一门课 他比较重视project 或是考试啊 那就可以稍微 如果你觉得你比较擅长project 那你就找那种老师是重视project的 那如果你觉得你擅长考试 那就找 老师是比较喜欢考试的 然后再来修课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专长 如果你想跟某位教授做PhD啊 那你 就可以 最好也修他的课 然后拿高分 让他有好印象 这样之后 也比较好去找他做研究嘛 然后再来 毕业后想要求职的同学 就是可以修算法的课 像COME 7505啊 这样 之后刷题会轻松很多 不然 你之后修比较课 然后又要一边刷题 然后又要 了解算法 然后 或资料 结构 那我觉得是蛮累的 那你不如就修一门课 好好的学他 然后同时也跟着刷题 这样我觉得还不错 OK 那再来 讲如何拿高分 那如何拿高分 最重要 基本上就是作业都要交嘛 那这是最基本的 那你最后教的话 不懂的地方 还要再问助教 就是你写作业觉得不确定了 那你不要 还没有确定要怎么写 那你就 最后就教了 你一定要问助教说 哦 我不确定这个地方是要怎么写 那是否有 课件中哪一些地方可以参考 这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 Tutorial Tutorial很重要 因为通常是考试的重点 因为 Tutorial就是老师设计出来 觉得 这是这一门 他上课讲完的东西 然后觉得重要的地方 才放进Tutorial 所以Tutorial很重要 一定要去了解他在做什么 然后第三点 因为Data Science 是写尝试的东西嘛 所以 有一些 Project有可能不是用Python写的 有一些课不是用Python写的 像是 像High Performance Compute in来门课 就是用C++写的 那 或是Java 之前的Information Retrieval 是用Java写的 但是我听说 今年会改成Python 所以好像也 不用太担心 那基本上 如果遇到 不是用Python写的状况 那你就必须要 赶快先把 这个语言熟悉一下 然后再开始去 做Project 然后第三个 就是做Project的时候 最好把 所有的问题都统整好 然后 每个星期Meeting的时候 跟教授讨论 然后 你展现你的积极度 就算 之后结果不好 但是你做足了分析 就是分析说 为什么我做得不好 这个结果不好 那这样子 基本上教授 也会给你很高的分数的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研究 都可以有很好的结果 所以也不用太在意 一定要拿出很好的结果 才可以把Project得到很高的分数 这样 OK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 希望各位同学 有个不错的UQ学习经验 好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